就这么些摩擦 你都处理不好 那以后结婚了怎么办 但是我与你家的摩擦 你能处理好吗 我记得2020年过年的时候 去他家吧 我还给他弟弟 包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包 本来是开开心心地 去他家过年的 让他弟弟给我说几句 拜年的话 结果他弟弟呢也不说 最后还生气地说 冲包我不要了 他们一家人都在旁边 有说有笑 也不管我 非常的尴尬 你知道吗 这个尴尬的局面 完全不能怪任何人 你要跟一个小孩子 计较七八岁 我跟我弟弟都像他十几岁 他比我大都大六岁 我们两个之间 都有这么大年龄差距 更何况是我跟我弟弟了 你要跟个七八岁的小孩 讲什么人情事故 七八岁我觉得应该是 有思想了吧 小孩子本身他就应该 他是有思想 那小孩子他本身就应该 就是被哄着呀 哪有人说 你就命令他的语气 一看你态度这么硬 这么狠 是我我也不愿意呀 你说这些礼节 肯定是没交好玩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七八岁的时候 我从小到来也是我父母教育的 那我从小到来也是我父母教育的 你怎么没觉得我有问题 你现在是长大了 你这么说的 等你七八岁的时候 那你既然说是我长大了 那小孩能到没有长大的时候吗 那最后不是把红包也给他了吗 你给他了 这个事情说来就很好笑了 当时他给他红包 他父母也在 我们快走了 所有亲朋好友都出来送我们 然后都在那个门口看着 他直接在车里 把那个车窗摇下来 他就手上拉了一个红包 在那儿甩 他说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红包给你 也不知道他叫的谁 这个举动我觉得很轻浮 那么多长辈在那里是吧 你就算是对待一个小孩子 你开了车门 你出去递给他 我就说好好上学 好好读书 哥哥就把这个红包给你了 自己留着 你就说这种话 会怎么样吗 当时已经在车上了 突然想起来了 我说正好我这红包还没给我 直接就给他了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吧 给我说糊涂了啊 你们俩这个 如果说 我一直在听女生 在说自己的道理 就今天来干嘛 如果说在结婚之前 他要是还是目前这个状态 还是这么妈宝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再下去的必要了 就今天是来跟他分手的是吧 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 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如果说这个事情 能够解决的话 啥事啊 改掉这些毛病的话 我觉得还是 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的 行 听懂吧 就四个字嘛 言听计从 谁的言 女朋友 未来老婆的言 谁的计 女朋友 未来老婆的计 从谁 从女朋友 未来老婆 是这意思吧 嗯 那你就直接说嘛 别给人扣一个 妈宝的帽子嘛 一直在说男朋友 你自以为是 你以为的 就是你以为的 你认为对的 就是你认为对的 其实你不是一样吗 女生要分手了 会言听计从老婆的话吗 先表个态 我听听 我先要尊重父母 然后我再去听同一下他的意见 就是你爸妈即使说错了 也先听他们 对吧 以后结婚你是跟父母过 还是跟我过呀 但是毕竟是老人 然后我们当面听同他的东西 背后再去改正一些意见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当面去顶撞他 明白了 就是你准备用两面派的战术 是吧 这样行吗 我没有说他这个方式不对 但是 为什么在我跟你父母之间有了摩擦 你为什么不去替我去解围呢 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先尊重父母的意见 然后后面我们去自己消化 如果说你父母让你 请不吝点赞 咱们把钱拿换 请不吝点赞 咱们把钱拿换 好 谢谢 你不吝点赞 好 你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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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